大家好,我是维方市富华大姐家的胡春香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制作一道创新菜,铝肉煎包 这块铝肉煎包是在高密卤包的基础上改变而来 这块煎包的选料是选用我们维方王六的铝肉和咱维方的青萝卜,大葱 这是我们用的主料 现在我们开始调馅 先把铝肉加上 再加上青萝卜,沸好水的青萝卜多层沫 再加上我们的大葱 加上适量的姜沫 加上花椒水 再加盐 味精 加上两勺我们的花生油 这块铝肉煎包呢 这块铝肉煎包呢 在做的时候料不用加太多 因为我们的铝肉 自然带着它的铝肉的鲜香味 现在我们顺手把它搅拌均匀 冬季长吃铝肉 有一种滋补的作用 有一种滋补的作用 蟹已经调制完毕 我们下一步开始包制 这面呢 是用我们的特一粉 小沫特一粉 然后加上适量的鸡灌面 然后我们下30克一个的鸡子 上面擀鸡 开始包制 现在开始包制 包的时候呢 这个鸡不用太薄 因为它那个鸡灌面 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我们也包这个 最普通的这种包法 包子已经包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煎制 放入平均锅 倒上面水 然后煎制10分钟 现在我们开始煎制 现在我们开始煎制 先倒上面和水 放入包子 煎制10分钟 煎制10分钟 香酥的驴肉煎包做好了 欢迎大家品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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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